啊 Span 嘻嘻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其實是很長的一段影片 拍了一段影片 今天這一段就是我最後拍的一段影片 好了 我沒有做一些很輕鬆的影片 所以今天就請了這位小巴西 來一起做一段很輕鬆的影片 便利店的開箱、試食、新品實測 我就做得懂 有時經過便利店都會看到有些產品 看起來好像很吸收 但每次走過都沒有買 所以今天我就要做一個便利店產品之盲測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 我要一個超級震撼的食品來打頭震 就是這個 就是配搭Pukumion的咖喱版 為什麼我會知道它呢? 除了走過看到 其實有朋友在Instagram 我直接問Lisa 你可不可以試一試這個 因為這個也算是一個新出的口味 今天就要試一試這個 我已經加了熱水 而且都放了料 現在只差mix 對啊 喝酒 嗯,是好吃的 而且聞起來的咖喱味很明顯 你不放進嘴裡就知道是超級強的咖喱味 辣度方面不算很辣 比起黑色那種,我想是一半的辣,屬於甜辣 如果大家很喜歡吃咖喱味的 或者大家很想試配豆腐菌肉 但是又不是太吃得辣的話 可能可以由這一種入食 下一個呢,我剛剛看見你為什麼走著 就發現這個 它就好像有一塊照燒的豬扒在飯上 韓國有很多微波的飯 無論是白飯,紅米飯 只要放微波爐兩分鐘就可以吃 其實我在韓國是沒有飯煲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店裡的東西,包裝和生物是差很遠 好像一個女生,P圖前,P圖後 我剛剛買了三千瓶 我買了三千瓶 所以如果三千瓶是一塊很薄的扒 加一些沒什麼味道,就是著色的飯 我覺得你在韓國有很多選擇 例如你可以去吃麵包 例如你可以吃辣福吉 加多五百一千瓶 很多選擇不需要吃這個 有誰會買呢? 我想就是做一些實測片的人 如果你要在便利店買一些飯類吃的話 我的推介就是便利店的飯盒 那些飯盒的菜會比較多 甚至連韓國的配菜都會有 價錢大概有三千瓶到四千瓶 都會有 視乎裡面有什麼材料 封建油人 你選擇自己喜歡吃的便可以 另外還有一種是丁丁飯 很多不同的口味 麻婆豆腐、渣醬等等都會有 那種丁出來是真的好吃的 所以這一種不用吃 下一個就是零食 韓國有很多這些薯條的東西 因為牌子很多 很難的每一種都試 這次選擇這一隻 因為如果大家走到便利店 其實這些不同的薯條 它有不大小的包裝 通常出名一點 受歡迎一點的薯條 它就會出一些超大包裝 例如卡羅的是有超大包裝的 那這一隻在便利店裡面 都是有超大包裝 我就想想 你出了超大包裝 有人會真的買大包裝來吃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款的小包裝來吃薯條 有驚喜 這個薯條味是很香 我想我明明為什麼會有大包裝 而其他的薯條是沒有大包裝 很美味 它真的有那種吃肉薯條的感覺 不是,是肉薯條嗎 I thought you may see pooping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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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隻很脆 但它就覺得有點太硬 可能它喜歡吃薯片 比較可愛的感覺 那你自己走開 這些是實質一點 像薯條一樣 我覺得它的薯條味道比較真 最後要試的是一個飲品 這個飲品 是每間店店店經常 我見了兩年 我都不可以買的 它的包裝是有一點點混乎 我覺得 那個壞有一點點混乎 所以一直都沒有買 如果它在便利店這麼久 可能它是很好喝 或者是很健康 我也不知道 這個 這個 Mandu,你為什麼要喝這個? Mandu想喝這個 其實它是很大的 青味 它的味道很淡 但為什麼你一直喝這個? 為什麼這個可以有辣椅便利店這麼久 或者喝的人很喜歡喝 這支 可能是黃老巢 我們今天這個便利店 想試了很久 但又沒事 今天終於試了 剩下17片 就來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告訴我 還沒subscribe這個頻道 朋友記得要subscribe subscribe了 都要按旁邊的鐘 每次我出新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記得去follow我instagram 和他的instagram What's Instagram? Chris Brown Official 也可以follow我Facebook 我Facebook很少人follow 大概follow我Facebook 那我們一至兩天之後 會再見 明天啦 安娘 安娘 好 好 好